你問要幹嘛?該你什麼事啊? 啊 摩羯座講白就是一個很難相處的人啊 摩羯座的人就是會默默在心裡打分 加分 減分 加分減 嗨 嗨 你好 你好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星座男孩化妝 好 你是什麼星座的 我是摩羯座 好 那我來問一下網友對於你一個問題 很多人說歌你很冷 會耶 很多人說很冷淡的 不熟的人就是很冷淡 因為不會想說把時間花在陌生人身上 那你覺得 你要多點感覺給你一個問題嗎? 如果感覺聊得來 就可以成為朋友 就會慢慢的 聊天 那網友 第二個問題 嗯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吸引你 或是說 通常摩羯座會喜歡什麼 摩羯座會喜歡 眼圓吧 眼睛的那個眼圓 眼圓 就比如說 常常人家會想說 幫你 打分數 摩羯座的人就是會默默在心裡打分數 就說 加分 減分 加分 減分 這樣 對 透明的妝潛乳 對 因為他們主要就是修 點骨魚的 毛孔的東西 你是不是很絕啊 趕快插 怎麼樣確認跟你正在暧昧的無際 對於你一般的無際 他喜歡一個人就會把 所有的熱情 所有的關心 所有的 focus 所有的 focus 都放在對方身上 甚至就會感受 感受到 讓對方感受有壓力吧 沒有感覺的人 大概就是 假裝 沒看到 Line也假裝沒看到 那你覺得 我接觸是不是 特別有這種心理的意思 我聽說有人蠻重視隱私的耶 其實防御性很重 有時候常常覺得說 欸 你問一下幹嘛 啊 該你什麼事啊 啊 問那麼多話幹嘛 要跟你聊天啊 一聽就覺得 喔 這才很爛 因為不符合邏輯啦 在講什麼啊 很假耶 你懂嗎 先嚇到 哈哈 我再問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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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不是在講星座化妝嗎 所以我現在要 這個是 Nature 它有防曬嗎 沒有 它也是一種 應該 欸我要擦 破唇膏 我應該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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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暗色好了 那這樣還是 你還沒問完 欸你還沒問完 摩羯座 摩羯座 講白日 就是一個很難相處的人啊 很在乎 比如說 禮貌 常說請謝謝對不起 摩羯座的人 就是從小到大都會覺得說 喔好 做自信就是 欸請問 喔對不起 不好意思 可是常常就是碰到一些 很活潑的人 或者是 很 初之大意的人 會想踩到你的腳 然後就會說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對不起都不會說 我會覺得說 你這個人怎麼那麼沒有禮貌啊 家裡沒教是不是 爸媽沒有教你 請謝謝對不起啊 掛在嘴巴上面 但有時候 有些人啊 又太多的情 然後說 啊對不起對不起不好意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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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摩羯座的人 又會覺得說 你不好意思也太多了吧 說一次就夠啦 或兩次你說那麼多是幹嘛 你的禮貌太多 又不行 或者是 會保持一個 就是從頭到腳都乾乾淨淨的人 就會想說 欸這個人的 鞋子怎麼那麼 髒 為什麼他鞋子那麼髒 然後我的朋友就會說 幹你屁事啊 摩羯座注意到的點 或者是 工作上 或是認識上 你就會默默地 觀察人家 然後就會 再看人家的談吐 然後就加分數 打分 所以摩羯座場 都被人家評價都不是很好 其實摩羯座沒有那麼冷淡 大概吧 掰掰